二十世纪最初的十年 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十年 有案可查的民间华变和武装起义 就有一千多次 终于在同盟会先动的革命中 清皇朝成为了历史 他当时是上海同盟会的总裁师 辛亥革命的时期 他在上海做了很多串联的工作 在辛亥革命当中 他是有很积极的 他是辛亥革命的元老 袁世凯以高官笼络他 北洋政府两度请他出任教育总长 他拒绝了 袁世凯很无奈 说此人与官不作 遇事生风 他和很多的人一样 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 但他选择的道路 却又和很多的人不一样 这是一座江南民宅 1878年黄炎培就出生在这里 不过这并不是黄家的家产 从黄炎培的祖父起 他们一直是这个亲戚家里的借租户 我父亲可以说是一个孤儿 他13岁失掉了母亲 17岁他父亲去世了 他有两个妹妹 三个孤儿呢 就由亲戚来抚养 所谓亲戚抚养就是 在农村就是派饭 吃百家饭时常遭到冷眼 但这种辛苦的生活 并没有困扰黄炎培 相反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一生未变 他这一生清贫良心 我觉得这是可以代表他的生活 他穿的长袍是短的 为什么呢 他觉得不需要漂亮 皮鞋是一双 他们大家都笑他 他也无数 你们笑我就这样 吃的是素 整天就是心里红啊 黄豆呀 什么这种东西 他写给我的心 从来没有一双子的 都是采下来的 黄炎培一生克勤克俭 对世间万物 却充满了宽容与怜悯 他不是佛教徒 却因心地善良 不忍杀戮 吃了一辈子素食 对乡亲百姓 更有与生俱来的 依恋和情感 童年的黄炎培 有一好朋友 叫傅连生 有人叫他阿连生 两人年岁相同 成一块游戏 黄炎培 有亲戚帮助 在族中私塾读了书 阿连生家也很贫穷 却没能念书 成了文码 顾连生呢 实际上非常聪明 但是呢 就是由于家庭不允许 根本就没有办法 去完成许 童年过去了 黄炎培考中当年 穿纱第一名秀才 又中了举人 读了南洋工学 后来因半学而声明确起 一天 黄炎培在路边 遇见一个双目失明的乞丐 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人竟然就是阿连生 他儿时的伙伴 他心情肯定非常复杂 非常复杂的 从那天起 一种愧欠 一种愧欠伴随了黄炎培的一生 晚年黄炎培 撰写字数八十年来时 依然念念不忘 在那种社会里 不知道有多多少少阿连生啊 或许就因为如此 他始终坚持在社会底层做事 以唤醒民众 以教育救国 黄炎培的 与官不作 不是民事的做派 而是对改造中国 从基层做起 这一信念的坚守 他讲过一句话 我知道在官场上办事 轻松 而在社会上办事辛苦 但是在官场上 办不出事了 只有到社会上 才能真正办起事 一九零二年 二十四岁的黄炎培 结束学业 离开南洋工学 老师蔡元培 嘱咐大家 中国国民遭到极度痛苦 却不知痛苦的由来 你们出校 必须办学校 来唤醒民众 老师的嘱托 成为黄炎培 一生事业的起点 或许正是因为 这份嘱托 和许许多多 阿连生的遭遇 使黄炎培伴教育 百折不挠 回到家乡浦东川沙后 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人 创办了一所 新式小学堂 当时的中国教育 还是私塾的天下 为了取得乡人的信任 与支持 他们义务上课 不领薪水 连膳食也回家自理 1905年 黄炎培加入了同盟会 参加反清革命 但他并没有放弃办学 他由同乡前辈 杨思胜资助 创办了浦东中学 浦东中学办得如此成功 以至于当时有说 北有南开 南有浦东 民国成立时 黄炎培办学已十年 而且成绩捉住 但这时发生了一件事 总如阴云一般 盘缓在他的心里 有一天 浦东中学的一学生家长 来找黄炎培 说 我儿子毕业了 读大学呢 我们承担不起了 让他做生意 但是诸算不熟 英语既不能说 也不能写 国文能写 但不会应用 至今失业在家 请问先生 我们该怎么办呢 黄炎培竟一时无法回答 辛亥革命推翻了地制 但理想社会没有随之而来 中国办起了新式教育 但教育的方向和困惑 同样也没有解决 黄炎培办学十年 却面临着毕业 即失业的大问题 这令他内心痛苦 1914年 在史亮才的资助下 黄炎培以申报特派记者的身份 考察了东部沿海各省的教育 行程千里 历时十月 他发现 毕业继失业的这种现象 非常严重 一方面 毕业者学不能致用 没有一技之长 找不到谋生之路 另一方面 人人想做官 当律师 于是政法学校大胜 一些学校本无办学条件 应有利可图 印几张讲义 也来办政法学校 学校赚了钱 学生却走投无路 黄炎培把他们叫做高等游民 因为他们有文化 第一等游民是文盲 黄炎培感叹道 今青年毕业于学校 失业于社会 比比皆是 苟长此不已 教育越发达 失业者越多 满地皆高等游民 成何世界 他由此感悟到 教育与社会脱节 正是其根本失误 此后 黄炎培调查的足迹 远及美国 菲律宾 日本等国 每到一地 必写下详细的 考察邮寄和通讯报道 他调查的地域之广 住宿之风 目的之清晰 以至于有人称之为 中国教育界的 徐霞克 1915年 黄炎培来到美国考察 到达纽约时 意外地接到了 发明家爱迪生的邀请 前往参观他的新发明 黄炎培非常钦佩爱迪生 他只有小学三年级的学历 却拥有一千多项发明 留声机 电灯等等 惊人的创造力 推动了美国的现代生活 而中国为什么 没有这样的人才呢 黄炎培在美国 参观了18所中学 竟有17所 是开展职业教育的 这样的考察 让黄炎培看到 中国所面临的 严酷现实 所以黄炎培得出这个结论 就是说 这一教育不仅是适应 现代工商业的需要 而且社会的发明进步 也需要这一教育去推动 原来的学毒制的培养办法 是不能适应的 一方面 当时的世界早已进入大工业时代 现代工商业迅速发展 被迫开放的中国洋行洋货泛滥 另一方面 中国依然盛行的是 农耕社会师徒相传 口口相受的学徒制 从1902年离开南洋工学 回乡办学到这时 15年过去了 黄炎培用了15年时间 明确了医治旧中国教育弊病的良方 其标志就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成立 1917年 他由48位社会名流连名发起 这是当年执教社发起人的名单 学界元老 工商巨头和政府要员 不同的人们在支持着同一件事 黄炎培发起的职业教育运动 这里是上海陆家邦的中华职业学校原址 1918年 中华执教社成立第二年 黄炎培就创办了职业学校 当时陆家邦是上海老城区外的平民区 职业学校办在这里明确规定了 应收寒素子弟入学 费用务实减轻的原则 当时的中华职业学校的校门口 还有着这样一幅对联 使无业者有业 使有业者乐业 实际上这个职业教育在中国的发展 是把这个教育权 真正交给了老百姓 使无业者有业 使有业者乐业 使黄炎培心中的理想 为了办好职业学校 黄炎培翻阅了四十年来的海关贸易册 调查进出口货物状况 在综合学生的具体情况 先后开设了铁工 木工 法廊 商科等课程 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校办企业 中华法廊厂和中华铁工厂 黄炎培的做法 既为学生提供了学以致用的机会 又蕴含着振兴国货的目的 但是 旧中国的科举制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 教育的功能和观念 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被制度化了 金榜提名 升官发财 是中国人光宗耀祖的正道 中国的教育原来就是真空读经 学而有此事 有传统观念的人认为 这个是糟蹋了教育 教育是非常神圣的 你怎么现在是为了白货的 为了吃饭来念书的 那是不行的 在课堂上去卖商品 在黑板上种田 在纸上开机器 这样的教育是生的时候而细 过去只有无田无地 又走投无路的人 才拜师学手艺 职业教育让学生学动手的手艺 岂不是斯文扫地 一时间轩然大波 当时黄炎培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的 很多人在各种刊物上 批判这种职业教育 但是反对生丝毫不能动摇 黄炎培办职业教育的志向 本来我在上海福江大学 福中念书 后来我父亲说 我自己办这个正业学校 而我自己的儿子 都是到贵族学校去了 这个不行 我学费都已经交了 结果领事推车来 一定要参加中华正业学校 我在中华正业学校念了三年 他的真业教育思想 那就是体力劳动的人 跟脑力劳动的人要集合起的 上身万能 是手脑并用 黄炎培 手脑并用 双手万能的主张 强调一个人联系实际的能力 倡导劳动光荣的精神 无疑是对学而优责事 劳心者不劳力 等更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的反叛 因为他感觉到在中国 当时非常的贫乏 看到这个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病 而倡导这一角 能够成为这个传统教育的 一个很有力的孩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 列强无暇东顾 偶然间国以布国的中国 得到了喘息之计 民族工商业在夹缝中 迎来发展的绝好机遇 这时黄岩培职业教育的成果 有力地支持了民族工商业 提供了大批技术熟练 又吃苦耐劳的从业者 群体制不是有工业化的发展 如果中国民族工商业要发展 它就需要大量的社会教育的 能够摆弄机器的工人 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有学校化的 能够批量生产这样工人的一种教育 这种人就是这种教育 执教社是非盈利的民间团体 没有政府的资助和支持 为了解决资金匮乏的问题 黄岩培到南洋募捐 与侨界领袖陈家庚一见如故 陈家庚亲自主持南洋的募捐 捐款源源不断 黄岩培经手了无数钱两 却没有从中谋取一丁点个人利益 陈家庚为什么肯这样子的帮助呢 这是因为曾经多次的了解 黄岩培从来没有把人家捐助的 人家办教育的钱放到自己药包里面去 他这是因为不要钱 不出关 所以人家相信 这是上海老城乡西门外皇家雀路上 一所不起眼的老房子 当年黄岩培一家就曾在此借助 他一生奔波 却没有自己的产业 但是他和执教社同仁 在全国开办了一系列的职业学校 职业补习学校 职业指导所和残疾人职业服务处 创立了一套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 就像当年老师蔡元培一样 黄岩培嘱咐他的学生 力居重厚 则在人先 千万不要离开群众 事实上 这也是他一生为人的写照 值得一提的是 黄岩培还创办了教育与职业生活等刊物 传播教育与社会相结合的理念 历时持久影响深远 卓岩培的生活周刊是中华教育室的会刊 他们除了一开始是内部的交流 入后影响社会 等于是职业教育也可能成为一种思想史的潮流 数学家华罗根和经济学家顾准 出身贫寒 十多岁时都曾求学于中华职业学校商科 从他们日后的成就 和对中国社会实际的影响中 都折射出黄岩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影响 在以后的几十年里 中华职业学校毕业的学生 被业界赞誉为中华牌 大受欢迎 我毕业以后 分配我到无双煤机场去工作 会计主任就问我 你念过去什么会计的著作 我就跟他讲这个念了哪一些 最后我就讲了 我念了这个成本会计 老师成本会计 那个会计科长呢 他是西南联大毕业的 他说他很吃惊 因为我是属于中等职业学毕业生 他说你也念了这本书 我在西南联大也正念了这本书 就是成本会计方面也念这本书 于是他就很放心地就把 我刚进去不久 就把一个车间的成分工作就交给我 使无业者有业 使有业者乐业 黄炎培将一个理想渐渐变为现实 黄炎培发起的职业教育运动 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大事件 是旧中国的新文化 不仅上海北京等大城市 就是甘肃广西等边缘省区 也有职业教育 形成时代的大合唱 职业教育是中国现代化的 一次重要的历史选择 它既是穷困大众的一条生路 也是这个古老的农耕社会 走向进步的坚实一步 黄炎培的工作的意义在于 它完全能够把握中国社会 从农业社会转化成工业社会 这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大事 黄炎培倡导职业教育 不仅面对着资金匮乏的困难 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 更要应对内忧外患的时局的动荡 这其中的艰辛 或许我们今天已难以体会 但黄炎培欲错欲愤 他号召执教社同仁 积极投身社会政治 创造时机 在逆境中求发展 在黄炎培和执教社的推动下 国民政府于1932年颁布了 职业学校法 这在当时的中国 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但是性情耿介的黄炎培 又是一个时常大哭的 至情之人 当他的学生和志友 陶行之病逝 他痛哭 当邹陶粪因政治迫害 出走香港 黄炎培和他告别时 抱头大哭 当日寇侵占东北 他一日而三哭 1931年春天 黄炎培到日本考察职业教育 他发现日本人大扮青年军 在乡军人活动频繁 反华备战的气氛很浓 一种不祥的预感萦绕着他 黄炎培匆匆回国 奔走相告 有人却嘲笑他奇人忧天 仅仅四个月后 918事变就爆发了 当天晚上 黄炎培急匆匆地赶到朋友家 通报这个消息 而他们正在打牌 电报到了 日本人把沈阳给占了 牌不能打了 有一个人说 中国又不是你黄炎培一个人的 要你一个人起见 黄炎培大怒 哭叫道 你们甘心做亡国奴吗 我经常记得晚上起来哭了 为什么哭 因为我父亲在哭 我父亲哭什么呢 他说哎呀 国家要亡了 怎么办 国家要亡了 他一哭 我们就跟着哭 他而且还带个黑纱 他说要等到抗战胜利之后 他才拿掉这个东西 中华职业教育社到今天 已走过整整90年了 王延培的一生 为职业教育奔走了半个世纪 创立了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完整体系 他担心结律 失之不欲 给今天的我们 留下了他宝贵的探索和严峻的课题 我们在黄炎培故居的拍摄采访过程中 巧遇了一位古兮之年的老人 他叫李瑞华 他告诉我们 他的父亲就曾受惠于职业教育 他每年都要来这里瞻仰缅怀 待父亲表示感激之情 其实 因职业教育而改变命运的 又何止他父亲一人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